内政部营建署在去年底要求各国家公园管理处 严理入园收费 肯定国家公园管理处除了计算调高 俄网比公园的票价 高人气的猫鼻头还有设顶以及关山等地方 都会分别的收费 而肯宛处请向参考林务局 肯定森林游乐区门票每个人150元 并计划要调高俄网比公园的票价 从陷阱的每个人40块钱破百元 确切的调服还有待邀请专家学者 来做讨论 而游客对此反应良极 有认为使用者付费是很合理的 但是有人批评下不景气了 政府简直是来抢钱 业者只是很担心 收费可能会形成以价质量的效应 到时候游客就会减少